是属于原来的数据级的一个分布的话 那你sample出来的这个X应该是很有可能 就是你training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会得到一个loss会比较少 会比较小 这个back propagation呢 就是这个back propagation呢 真正的用在神经网络 用在神经网络上面其实并没有那么早 它是60年代就提出来了 60年代提出我们这个perception是多少 1959年吧1959年提出来的 但是当时 它第一个在电脑上运行的话还是1970年 1974年这个researcher 他是第一次把它引入到神经网络上面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的Minsky 出的perception那本书 直接把整个 神经网络的一些研究打入了一个winter 所以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 1974年他 1974年他研究出来的这个成果 他在人 神经网络上面做了测试以后 是没有 是不敢直接发表的 直到1982年以后 他才把这个 backprop get 也就是这个练习法则成功的 这边这个成果成功的公布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引用啊 Minsky 他当时这个作者 这个web web是 跟Minsky有直接的交流 他他告诉这个 Minsky MLP是可以解决 是可以通过这个backprop get 来解决 无法很好 无法训练的这个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 这个困境的 但是这 Minsky 并不感兴趣 现在我们 呃 时间来到了1986年 1986年的话 80年代算是神经网络的一个 第二个高潮期吧 呃 由于之前的 AirVentor的话 很多paper都没办法进行研究 只有非常 非常少量的这个researcher 在坚持 研究这个东西 呃 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 大家 耳熟耳熟领响的 Jeff Hinton 这就是 呃 Geek Learning 致富 他们在1986年 rediscover了一个东西 rediscover了这个 呃 propagate的这个算法 为什么叫rediscover 我们之前 之前就讲了 propagate backpropagate 早就已经被 数学家在60年代提出来 了 在1974年 Webrew 就已经把它 呃 就已经把它偷偷的 偷偷的用在了神经网络上面 但是 并不为广大的学界所 所 所熟知 直到这个86年 他们发了一个paper 叫near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我们现在想的这个representation 学习 通过 呃 向后的 t2的这个念识法则 向后传播来 学习这个representation 呃 稍微 稍微 注意一下 这篇paper是发在lature上面的 所以说 呃 应该是影响力蛮大的 呃 呃 随后的话 他们呃 把那篇paper的成果是 是写在一本书里面 这本书的名字 就叫parallel distribution distributed processing 这本书的第八章里面 就会把呃 就把这个backpropagate 用的神经网络 用在神经网络上面的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详细的给予 给予介绍了 呃 在1989年 在1989年这篇paper 当时 从理念上面给出了证明 呃 就是说多层的神 神经网络是可以逼近任何 是可以逼近任何数据分布的 这样子的话 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心里有了底细 只要你在能够在工程上面 会说你在优化方面 能够找到一个 呃 合适的解 能够帮助这个神经网络 优化到一个合适的状态 那你这个神经网络 它从 它是没有一个upbound 它是能够逼近任何数据分 任何数据模态的 怎么回事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1980年代的这个 1980年代的 呃 bc发的那个状态状态吧 1985年的时候 英特尔还没有 还没有 386还没有出来 还只是说 找所开始设计的386 1985年10月份的时候 386的一个早期版本才出来 所以说当时他们 他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一些理论层面的工作 是没办法直接 直接用当 用现在的电子精神器来 来 来做这个实验的 嗯 理论方面给出了保证以后 我们这些 呃 Machineling的早期的这些 科研工作者 呃 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大涨身手了 其中就包括非常有名的 Yankun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 这个CNN的这个发明者 他当时做了个什么工作呢 他当时就 嗯 改良了当时的一个多层的感知机吧 啊 当 把当时的多层感知机做一个改良 也就是说 把当前的多层感知机 MLP改良成CNN以后 用在了这个HandWriting ZIP Code 也就是这个手写的 邮证 邮证 邮证体这个识别 这篇Paper可以说是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篇Paper了 就把这能做的 我们可以看 现在还可以在他的官方网页上面 看到这个Demo 啊 这就是一系列的手写的一个数字 数字输入 啊 这边包括他不同的 异的不同的样式 他都可以非常好的识别出来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 最原始版本的这个 这个这个CNN是怎么实现的 那比如说 啊 256乘256也就是说 这里面是32乘以32的一个 一个切割出来一个 切割出来一个一个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以后一共用了 呃 这里有12个Color 我们也就是说用了12个这样的 呃 一个12的这种卷集卷集Color 每一个Color 在这个窗口上面进行移动 得到一个全值 就比如说这个窗口 呃 数在的在 感知于在这一块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值 然后以后有新的Color世界在 作用在这个 这个feature map上面 然后会得到一个新的值 这样的话一共有 两层 他这里是有两层吧 两层的这个转机神经网络 两层转机神经网络 得到以后 呃 打平经过两个的 经过两个 两个全连接层吧 经过两个全连接 最后一个全连接层是 呃 实为的也就是对应到我们 对应到0到 对应到的是0到9的一个 类 classification的一个类别 呃 这这个神经网络是两层的 转机层和两层的 全连接层 而且全连接层的话 这里是只有30维 所以说维度并不是很大 呃 整个网络的这个参数呢 大概是接近1万的样子 现在我们的这个 resletter呀 呃 很复杂的一些 顾问的letter呀 动不动就是上百万 上千万的一个参数量 但是的话1986年的 198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386才刚出来 所以1万的参数呢 已经非常非常 已经非常非常庞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他们CN做实验的一个 training training过程嘛 首先是 X的话是 叠加了一个epo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是mse loss function嘛 可以看得到整个的训练过程还是比 还是相当来说比较稳定的 loss一直是往下降 啊降到是 长到这个样子的过程啊 然后这个error rate就是这个accuracy 他这里用的是train的accuracy啊 train的accuracy也是下降的比较快 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的一个 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的一个train的一个过程吧 没有太大的波动 嗯 当时的硬件平台没有用的是 没有用的intel3manual 用的是atat的 dsp芯片 dsp256kb的run 现在我们很少能看到这种 这种处理器 现在就算是一个硬币大扫的芯片 也是好几百兆的一个处理频率 然后几百兆的这个内存 好的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 这可以算是说神经网络的第二个春天嘛 第一个春天就是感知机出来的时候 他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当时做一些方正方形啊圆形的一些识别 然后呢 相容他们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就觉得这是一种智能的雏形了 但是随后miniskin给出了 从理论上面给出了这个单层感知机是没办法 啊表达非线性的这个模态的 没办法避进非线性的这个pattern 那你那你多层感知机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顺利方法 直到 所以那段时间先用了一个AI的冬天 知道这个多层感知机出来 并且这个backpropagate能很好的 应用到神经网络上面以后 第二个春天就来了 第二个春天 当时CN出现以后 呃美国美国这边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支票的 支票的检测都是采用啊 杨洛坤的这个 嗯 手写数字识别系统 所以说 当时能够用起来 基本上已经是用起来了 而且音响力还比较大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一个支票的一个样板 的样板这些数字